针对美猪美牛议题 先前行政院长苏贞昌提到 前总统马英九开放美牛已经8年 台湾人美牛吃的越来越多 也都没有事 而且开放时还没有国际标准 对于这段话 前总统马英九也透过了办公室发新闻稿 强烈的抨击 强调当初是在有国际标准的情况下才开放 炮轰苏院长一骗再骗 何时才能老实面对国人 而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再被问到这个问题 巧妙避开 政府明年就要开放 韩莱克多巴胺美猪和30月01以上的美牛进口 争议持续延烧 因为苏回蹦出了这句话 马英九总统开放美牛进口 到现在都八年了 到六万八千公顿 也都没有事 而马总统开放的时候 还没有国际标准 现在蔡总统是依据联合国颁布的标准 依据没有国际标准 惹怒甲门前总统马英九开放怒呛苏院长 又骗人了 一骗再骗再骗成性 凡问何时才能老实面对国人呢 也解释说 Codex 2012年7月5号标决通过 莱克多巴胺残留容许量 我国立法院则在7月25号 通过修正食品卫生管理法 开放符合安全容许标准的莱克多巴胺牛肉进口 合作这是非常正常正当的 似乎有意无意再提马英九 却必谈国际标准问题 为美猪美牛开放议题 两人隔空交锋外 苏贞昌传传扁 被人要到立法院被问到宝 却已经第八度遭杯葛 无法上台 面对国民党强硬攻势 政怨态度也很易 今天我们该由第八度遭杯葛